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70后阿姨骑车11个小时,打卡肖战风胜利,果然肖战的魅力不可阻挡。 距离古棋位肖肖在上海赴满里话的那堵墙,也是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参观。 他们有的在上海,有的则是从四面八方赶来上海。 很难想象,一张涂鸦墙上,会有这么多人毫不犹豫地去看,哪怕肖战画的只是一面墙上的一张画。 而不是肖战本人,但是,他们对这张画的喜爱程度,丝毫不逊色于肖战。 一位70多岁的大妈,发了一条朋友圈,晒出了自己的骑行计划。 从他的微博上可以看出。 他是从无锡出发,乘坐自行车前往上海的,一共花费了11个多小时,行程153.8公里,期间。 他一直都在听着肖战的歌曲,不急不缓地走着,一直走到了上海的丰都,看到了肖战的Gucci的签名墙上。 70后,自行车,11个小时,153.8公里,这些词加在一起实在是太有难度了,不得不感叹,他对肖战的热爱。 真是无穷无尽啊。 只有内心坚定的人,才会坚持到现在,而在他的身后,却只是一张普通的涂鸦。 肖战确实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和希望,虽然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,但是肖战却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。 他们对肖战的爱,是发自内心的,而这位70年代的大妈,却是一个精力旺盛,有耐心,有耐心地享受人生的人。 肖战的人气,实在是太高了,太好了。在大多数情况下,提到肖战的粉丝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人气,他的人气,他的人气,他的人气。 不管是肖战做的是高端奢侈品的代言人,还是廉价的奢侈品的代言人。 他的销售额和销售额都远远超过了国内的其他艺人,如果只关注国内的产品,可能还不会注意到这一点。 但是肖战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代言人,却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。 这些日子,肖战的粉丝在微博视野评选活动中的表现,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,肖春生依旧是榜首。 而时代则是稳稳地排在了第二位,再加上盛阳,肖战的三个人物,已经牢牢地占据了前三的位置。 而其他明星的粉丝,唯一要做的,就是争夺这个位置,败在肖战的手里,一点都不冤枉。 肖战到底是何等的出色,竟然能够拥有如此多的正面和正面的粉丝,甚至连肖战的一面墙壁。 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为之点赞,光是这些数字和代表的影响力,就足以让所有明星为之眼红。 这位70后的大妈,在说到她骑车去看肖战的时候,还配上了一句话,我爱什么就干什么。 不会感到疲惫,可见他们是真的很喜欢肖战。